我是一個單親爸爸 妻子在三年多前過世 那這次牧區再度提出說 我們希望興起家庭祭壇 那身為小組長的我 認為說我一定要帶頭坐 不然怎麼要求小組弟兄姐妹呢 於是就把兩個孩子找來說 禮拜六早上是我們的家庭祭壇時間 你們一定要一起來跟爸爸一起 我們一起在這祭壇當中來敬拜神 那在禮拜六的上午 在我兒子小結晴的伴奏下 我們就開始禁拜 那在禁拜的當中時 我們就感覺到聖靈大大與我們同在 那我們家人的心是感覺非常的甜蜜 非常的合一 那感謝主 那在禁拜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讀經 我們選擇一章 然後三個人輪流一人讀一節 那在這讀經的過程當中 讀完之後呢 我會再把經文再重複一遍 那也記得這個重複的時間呢 我把聖經的教導告訴孩子 也把平常我不會對他們說的話題 包括性的問題或是學校霸言的事情呢 也跟孩子做一個訴說 讓他們有一個完整的了解 那在第三階段就是我們的互相代導時間 我會請他們提出說有代導事項 那他們通常都會說請為他們的功課代導 那在這同時呢 我也會對孩子訴說我的軟弱 我公司遇到困難也請他們為我禱告 那在這個同時就會感覺到 當孩子聽了我的軟弱之後 原本不會禱告的孩子變得非常會禱告 而且他會為我的軟弱禱禱 非常地出動我的心 那我感受到說其實 最好的代導者其實不是教會的牧師 也不是教會的代導者 反而是我的孩子 那在不久之後奇蹟就發生了 我的兒子呢 學校功課突然間大幅進步 進步到在全班進步到前十名 在全校呢前進了六十幾名 那我的女兒呢也非常的興奮 她也希望說她重新學鋼琴 然後用鋼琴來敬拜神 那我非常感謝主 因為這個家庭祭壇 讓我們全家的心事非常的合一 非常的緊密 而且在透過聖經的教導 讓孩子在這個學生階段 就明白神的真道 慢慢的我覺得孩子越來越有自信 而且渴慕神 感謝主 榮耀歸給上帝 謝謝